國內現在陸續傳出了本土病例 也掀起第三季的接種潮 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昨天呢是首度來開放施打 那這個施打率呢只有達到八成四 為了要消化這些來打疫苗的人潮 高雄市府從今天開始 也是追加預約名額 每天呢大約是新增五千人 另外從明天開始 也將會在高雄國際議會中心呢 來增加施打站 提供民眾可以獻上預約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接種站 一早打氣航 民眾報道超踴躍 趕在年節前夕來打第三季 多少有 因為好像北部疫情滿嚴重的 我們想還是擔心身體 所以還是來早點打 怕疫情的擴大 不像預約的問題 是說可以認識的 可以做的就來做 線上預約直接入內施打 現場預約隊伍分流 帶往捷運站 只要民眾願意打 通通打得到 預約3950人 那實際來接種的人數 大約是3338人 到達率大概在八成四左右 莫德納追加計打氣航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接種站 開放首日到達率達八成四 而目前高雄市也開放412家醫療運所 提供全種類疫苗 供民眾預約施打 另外大型接種站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也追加線上預約名額每日5000人 高雄國際議會中心則是11號起提供線上預約接種 衛生局也在1月11號到14號 在沿城國際會議廳再加開社區接種站 國內疫情再起也掀起疫苗施打潮 高雄民眾提前準備趕在春節前打好打滿第三劑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記者蕭志願高雄報導